請問您對今天的活動有什麼感到嗎 我覺得今天的活動相當好 給大家 或者是華人 華人社團 包括我們在奧特蘭 在波特尼之間的各種少量民族 當中主要是會提供一個機會 讓他們能夠看到我們大家心情記不常 尤其是地震發生之後 有很多的人已經確定有去世 還有很多的人在開始失蹤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非常的驚心 大家都想能夠進入自己的時間 能夠進一份內 進一份愛心 所以這個活動給大家 其實展現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在9月1日下午 在聯合奧特蘭開了一個會 緊急的一個會 關於一個家園 大家一起打錢愛心的場合 在會上我們在奧特蘭 也成為一個華人地震小組的協助 主要是跟國家的地震中心 保持對一切的聯繫 也跟學徒城那邊的 我們一些家庭 和華人地震小組 也保持對一切的聯繫 為他們提供一切的幫助 那麼在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 有提出來幾點的問題 就是說呢 經濟城當時就是 很多保護的受損 很多人家已經都不能夠住人了 所以帳邊的資源非常緊張 這是我們奧特蘭的華人民眾 就是說我們會伸出我們的雙手 敞開我們的家門 接收一切可以願意 從基督城願意到奧特蘭來的這些人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現在也在對外 我們有向各方爭取義工 如果是你的家裡呢 有空一個房間也請大家聯繫 那華社福建呢 也啟動了一個0800的號碼 就是0800 ASIONS 同時呢 要求大家 大家一切努力起來 大家聯合起來 一塊呢 共渡這一次難關 尤其是呢 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確定了有26位留學生 已經失蹤 恐怕是做好最快的準備 在下面兩天內呢 這些留學生的家長 會過去來到新西蘭 也有可能需要我們奧特蘭的民眾 會給他們提供各樣的一些幫助 甚至一些後事那麼處理的問題 也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能夠呢 為他們伸出一份有愛的手 謝謝大家